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一处遗憾,每个人的遗憾中都有一盏明灯,原来感情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让人刻骨铭心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日本国宝级演员高仓健生前最后一部电影,《至亲爱的你》。 苍岛是一名狱警,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管囚犯,教他们做木工,即使已经五十出头,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共度余生的另一半。 他本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,也做好了一个人生活一辈子的打算,但没想到不久后就遇到了心仪的另一半。 女人名叫杨子,是一位歌手,在监狱慰问演出时唱了一首《家乡的民谣》,脸上竟是伤感的丑容。 苍岛被他的歌声深深吸引,演出结束后主动送杨子去车站,但因为嘴笨没有表明心意。 在他走后,杨子追上他,一脸抱歉地说道,他不是来慰问演出的,而是唱给一个人听,但那个人在两年前就去世了。 苍岛对那个人有些印象,整个监狱里就属那人母公做得最好,他常常一个人沉思,站在窗边喂麻雀,就连明信片上都是麻雀的图案。 苍岛最终还是跟杨子走到了一起,本以为后半生不会再是自己一个人在孤独中度过,可上天就是爱和他开玩笑。 和杨子结婚第15年时,杨子被诊断出领巴癌,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。 看着阳台上杨子生前挂的风铃,他总是想起往事。 杨子曾说,没有比过季的风铃更凄惨的声音了。 那时的他没有在意这句话,如今才算体会到伤感的滋味了。 他将风铃取下去上班,以主支援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了他,说是受杨子生前的嘱托,将一封信交给他。 还有一封信寄存在杨子的家乡长期,让他自己去取。 对于杨子这样的安排,苍岛一脸的疑惑,他不知道杨子让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,可对此工作人员无法回答。 苍岛拆开手里的信,上面写着,请把我的骨灰洒进故乡的大海。 杨子去世前,苍岛曾计划驾驶自己设计的房车到全国各地去旅行,可计划了很久,还是没能复出行动。 如今,杨子去世了,他也只能一个人踏上旅行之路了。 他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,将坐到一半的桌椅连夜坐完,放上杨子喜欢的花, 带着杨子的骨灰,向监狱长递交了一封辞职信,收拾好行李便出发了。 他所在的城市距离长期有1200多公里,路途遥远,但为了杨子的遗愿他也一定要去。 途经一个加油站,他认识了一位开着房车独自旅行的老人。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了,老人带他去了一个可以停车过夜的地方。 两人如同重逢的故人,刚一见面就聊了起来。 老人说他也是因为妻子去世,才独自出来旅行的,之前答应妻子一起环游世界,现在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 老人告诉仓岛,自己之前是位国文老师,他最喜欢的诗人就是种田山头火,他一直都是一边流浪一边作诗。 老人还说流浪和旅行的区别就是,旅行总有可回去的地方,而流浪没有。 夜晚,仓岛辗转反侧,他曾经也向杨子承诺过,要在海边改一栋房子。 总是因为工作换各种地方,他也想找个地方安定下来,但这个承诺最终还是没能兑现。 如果不是以前的他要顾虑太多,现在也不会留下那么多遗憾。 次日醒来时,老人已经离开了,在他车子的后视镜上留下一本书,山头火的诗集草木塔。 他收拾好东西再次上路,行至京都时,天空下起了雨,他只能在一个停车场稍作停留。 在车里看诗集,正看得入迷,一个年轻人敲了敲他的车窗,说自己的车子打不着火。 两人在大雨里折腾了半天,年轻人的车子还是没能启动。 看他着急,仓岛决定送他一程。 年轻人很是开心,毫不客气地将行李搬进仓岛车里。 在车上,年轻人介绍自己,他的名字叫田工,是一位销售人员。 见过的人数不胜数,看人很准,见仓岛的第一眼就知道,他肯出手相助。 将田工送到墓底地后,稍作停留,田工的助理有事,现在赶不过来。 仓岛见他忙不过来,主动留下来帮忙。 闲聊中,仓岛得知,田工已经结婚,还有一个女儿。 而聊到家人,田工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莫名的忧伤。 助理男员姗姗来迟,下班后三人去喝酒。 仓岛说出此行的目的就是送去世的妻子回到老家长崎。 听到仓岛说自己要去的是长崎的一个叫博香的小镇时,男员脸上的笑容顿了顿,他和那个叫博香的小镇似乎有着某种联系。 次日到了售卖的时候,人多得数不过来,仓岛决定留下来,再帮田工一天。 到了下午,便当就卖完了,对于仓岛的帮助,田工有些不好意思。 拿了一些钱递给仓岛,当作这两天的工资。 但仓岛没有收,晚上他一人到街上闲逛,在一家工具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。 他想如果此刻杨子在,一定会拉着他买一个载走。 可当他回到县时,身边没有杨子的身影,伤感再次涌上心头。 他想念杨子在身边的日子,因为有杨子在的地方,总是让他很安心。 即使在喧嚣热闹的人群里,他的心依旧可以静下来。 到达竹田时,已是凌晨。 太阳出来后,他来到杨子经常开演唱会的地方。 他和杨子还没在一起时,不远千里来到这里,为的就是再听一次杨子唱的家乡的民谣。 当时杨子告诉他,或许珍贵的东西只有在失去之后才会珍惜。 仓岛圈杨子,有些东西是该忘记的时候了,要不然就会一直停留在过去,无法往前走。 在那次音乐会之后,他们就在一起了,如今,雾地重游,却早已物是人非。 回到车上,已是晚上,他有些饿,对着本子上的笔迹,学着自己做饭。 那个本子上记录着所有他喜欢吃的菜的做法,是杨子生前为他一笔一笔写下的。 那时他觉得没必要,如今看来做饭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休息一晚后,他继续上路,虽然不知道下一站会在哪里停留,但还是朝着目的地坚定地往前走。 想起之前因为工作原因,杨子跟着他搬了很多次家,但总是毫无怨言,反而时常安慰他,到处搬家没什么不好,总有能和什么人不期而遇,那样的感觉也挺不错。 杨子就是这样很容易满足,总是因为一些小事高兴得像个孩子,但他还是觉得和杨子在一起的那十几年,对他有太多亏欠。 仓岛又一次偶遇开房车的老人,当仓岛再次跟他聊起旅行和流浪的区别时,老人有些迷惑,反问道,我还说过那样有哲理的话吗? 接着又说,我现在只剩一个人了,流浪和旅行又有什么区别呢? 老人正准备离开,一辆警车朝两人驶来,他们以盗窃罪将老人抓捕,离开前老人告诉仓岛,我现在有点迷路了。 仓岛到警局了解情况,这才从警察那里得知,老人虽然自称国文老师,却一边周游全国,一边撬开路边的车行窃。 仓岛很是震惊,毕竟两人聊得很投机,老人没有偷他任何东西,还送他一本诗集。 他那时才明白,一个人是否是坏人,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,至少在他那里,老人的很多话都让他受益匪浅。 田工给他打来电话,听说他也在门司,便邀请他晚上一起聚一下。 仓岛如实赋约,喝醉之后的田工脸上没了笑容,心中的抱怨和委屈瞬间涌上心头,只能将仓岛当成倾诉对象。 他的老婆有了别的男人,但他一直没揭穿,因为他害怕一旦揭穿,妻子会离他而去,但他又过不去心里的坎,只能不停地出来工作,逃避现实。 随后又问仓岛,为何眼里总是带着悲伤与孤独的情绪? 仓岛没有隐瞒说出了妻子的事情,明天就是我去领妻子留下信的最后期限,今晚能陪你们喝个痛快。 躺在酒店的房间里,仓岛陷入回忆,他和杨子也一起喝过酒,杨子喝醉时指着别家的窗户里的彩灯告诉他,你就是我心里的光。 敲门声将他拉出回忆,开门一看是男员,他递给仓岛一张字条,告诉他到了博乡,如果找不到船出海,就去找这个人。 次日仓岛一路急迟,终于赶到了博乡,取到了杨子留下的信,上面只有两个字,再见。 他不明白杨子让他来到这里,为何只在信里说了一句再见。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,海面上掀起浪潮,很多渔民都忙着收船。 仓岛连续跑了好几架租船的地方,没人愿意将船租给他,台风随时会来,这时将船租给他,等于让他在海上丧命。 租不到船,仓岛只能来到一家餐馆避雨,餐馆是一对母女开的,女孩名叫香子,问他非要租船干什么,他只能说出缘由,随后拿出那张字条。 老板娘在看到字条上的字迹后,明显地震了一下,巧的是字条上的大谱正是箱子男友的爷爷,于是箱子男友便带着仓岛回了家,可大谱一听是要租船直接拒绝了仓岛,任凭孙子如何替仓岛解释,他都保持着刚才的态度,仓岛只能离开。 准备休息时,车窗被人敲响,来人是箱子,请他去餐馆过夜,台风就要来了,车里不安全。 餐馆里,老板娘主动找仓岛聊起往事,她的丈夫七年前就是在这样一个台风天,出了海就再也没回来,搜救队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。 随后又问起仓岛,给他字条的那个人跟他有什么关系? 仓岛回答,只是在旅途中劫持的人,老板娘听到这些没有追问下去。 仓岛向老板娘提起妻子的事情,他不明白妻子生前不说再见,为何现在要在信里说,那明信片上的麻雀和那个去世囚犯明信片上的麻雀几乎一模一样。 他从未问过妻子的过去,因为和他在一起,仰子一定已经放下了过去,可现在他不知道自己在仰子心里到底算什么。 老板娘安慰他,即使是夫妻也不可能了解对方的一切,他生前有没有向你道别,真的那么重要吗? 这封信把你引到这里,让你一路上经历的那么多,不就足够了吗? 次日清晨,他沿着薄乡的小路四处闲逛,想要以这样的方式了解养子出生的地方,感受养子的气息。 在一家老照相馆的橱窗里,他看到了十几岁养子的照片,那时养子脸上的青色还未褪去,他们五十岁时才相遇,这些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养子的模样。 他似乎在那一瞬间懂得了养子,让他来到这里的目的。 这里是养子的家乡,即使离开了很多年,最想回到的地方依然是这里。 他让苍岛来这里为自己送别,就是为了让苍岛告别过去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 困扰自己的问题,此刻终于被解开,苍岛来到海边的白塔旁,将养子留给他的两张明信片都丢进了海里。 再一次请求大仆借船给自己时,大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因为台风已经过去,海上不会再有危险了。 出海的头一天晚上,老板娘找到苍岛,将箱子的婚纱照交给他,拜托他将这张照片一同丢进海里,让丈夫也看看女儿穿婚纱的样子。 苍岛答应了,次日,大仆和孙子随苍岛一起出海,当船行至海中央时停了下来,苍岛轻轻地将妻子的骨灰一把一把撒进大海,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明亮的光。 大仆感慨,今天的大海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,杨子一定在为回到这片海而高兴。 看着天边的夕阳慢慢消失,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,它也会开始新的生活。 上岛后,仓岛坐在海边,久久不肯离去,或许是在和杨子做最后的告别。 离开博乡后,她再次找到南原,将餐馆老板娘交给她的照片递给了南原。 其实她早就已经猜到,南原就是老板娘的丈夫,乡子的父亲。 南原也不再隐瞒,她从小便生活在博乡,但却不满足捕鱼的生活,只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 于是借着遇难的机会逃了出来,换了名字,独自生活了七年。 现在想想自己的做法,很对不起家乡的妻子和女儿。 仓岛告诉南原,我就是一只传心的鸽子,现在信传到了,我的工作完成了,以后该怎么办,由你自己决定。 返程的路上,仓岛突然想起,种田山头火的一句诗。 在多少前人走过的这条路上,今日我一人独行,该忘记的就忘了吧,不然你的时间也会停止。 这是仓岛曾经劝诫杨子说的话,但到了自己,多少大道理都已经行不通了。 自从杨子去世,他就一直活在悲伤和回忆里,忘却了自己。 是杨子去世前的安排,让他懂得了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坎坷和不易。 重要的是,要懂得放手,不要纠缠于过去,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 活出自己的人生,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畏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好看的电影等着你们。